今天凌晨三点多很多人是在睡梦当中被摇醒的 因为地牛翻身 就在台湾的东部外海发生规模5.9地震 那么由于是属于浅层地震 全台不少地方都能感受到摇晃 那么对此气象局也说了 这起地震是属于板块隐末 那么这起地震跟918大地震是属于不同序列 但不排除还是有余震发生的可能 白夜窗来回晃动 造成巨大的撞击声 让不少人在睡梦中惊醒 10月11号凌晨3点24分 一起规模5.9地震 镇阳就位在花莲县政府东方59.3公里处 深度相当浅 只有17.9公里 气象局表示地震原因 由板块隐末造成 地震也造成台铁十八个劣次受到影响 旅客估计影响七百八四人 早上六点半已经恢复正常 至于是否会有余震 地震中心表示不排除 要注意的反倒是九一八大地震之后的余震 因为前一天十月十号一连发生好几起地震 十月十一号这期规模五点九地震是单独序列 另外陈姑昌也点出不寻常的关键 以长期的年平均来计算 地震规模超过六的有二点五个 但今年至今已经有八个 至于规模五到六之间 年平均是二十四到二十五个 今年比往年多了一倍 这双十售价不平静 气温也开始直直降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十月十一号清晨冷嗖嗖 宜兰最低温十七点四度 就连台南也只有十七点七度 至于新北的新电不到十八度 另外南兵海面上 还有两个低压扰动的威胁 这个低压扰动 预估它未来发展的空间是比较宽 也就是说它有增强的机会 而且未来往偏西的方向移动 地震低温双重炸击 提醒民众除了做好保暖 也随时提高警觉 记者综合报道